笑花妻子的双胞胎妹妹到我家,我差点把她误当成妻子给伴了,小姨子失踪十月后抱着一个孩子出现,我才知道,从头到尾都是妻子设的一场局,妻子苏小莫是南大中文系的细花,而小姨子苏小米是娇大的笑花,两个人都是顶级美女, 直到小姨子苏小米跟妻子苏小莫同时站在我面前,我才发现造物主有多奇妙,俩人一模一样,一样的发型,一样的穿戴打扮,一样的身材高挑,凹凸有致,考考你,我是谁,让我转过身后,两人窃窃私语,随后让我重新转了过来,天啊,这可怎么猜,两人一贫一笑,分毫不差, 我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苏小莫,哪个是小姨子苏小米,甚至连两人的罩杯都是一样的,这哪里能分得清呀,盯着两个顶级大美女,我瞅了半天,面露男色,笨蛋,是我啊,苏小莫打了我手臂一下,笑得很开心,苏小米跟着也笑了起来,我的天啊,连笑容,笑声都一模一样, 我真怕哪天醒来,被窝里躺着的是苏小米,这是我第一次见苏小米,我跟苏小莫结婚时,她到了国外读书,一直没见过面,只是听苏小莫说,她有一个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妹妹, 当时我还挺好奇,怎么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,今天见面,直接把我给惊讶到了,我从没有见过长得这么像的双胞胎,笨蛋,我才是,她是小米。 我还没回过神来,苏小米突然大笑,说她是苏小莫,而刚刚开玩笑,声称自己是苏小莫的,竟然是苏小米。 我晕,哪有这么玩的,我真怕哪天不小心把苏小米给睡了。 你真好玩儿,姐夫,不逗你了,我饿了,能把你吃了吗?苏小米抛一个媚眼,顽皮地笑着,她竟然当着苏小莫的面,公然撩我,我脸一下胀得通红,张得张嘴,没说出话来。 小米,你把你姐夫都给吓坏了。 本以为妻子苏小莫会生气,然而她的反应却很平淡,似乎已经习惯了苏小米的这种方式,看着苏小米那顽皮的笑脸,我无奈地摇了摇头,晚饭过后,苏小米去跑步,难得我跟苏小莫有单独相处的时间,她正在厨房洗碗,我最喜欢看她在厨房的样子。 苏小莫从小的家教就非常好。 我们家里从来都是整整齐齐,干干净净,她做家务时,也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利落,别闹,老公,我洗碗了。 看到苏小莫那修长丰满的身材,我心痒得厉害,偷偷跑到她身后,一把从围裙伸了进去,那种触感让我兴奋。 没说话,我从身后紧紧顶着她,手更加不安分,苏小莫轻哼一声,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,任由我索取。 今天,她好像比以往都要主动,隐约中好像有什么不对,我停止了进取的节奏,紧盯着苏小莫,我一遍一遍地打量。 怎么,你觉得是我是小米啊?苏小莫好像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,不是,今天你们两个把我给弄懵了,我真怕把你俩给弄错了,我说出了心中的忧虑,弄错怎么了?弄错了,你不占便宜了,苏小莫的回答让我一愣,这话说的,好像苏小米是个无关的人, 而她也根本不在乎我弄错了她俩的身份,你真的是苏小莫,以我对苏小莫的认识,她不大可能说出这样的话,可要说眼前是苏小米吧,我更加怀疑,毕竟,刚刚我要和她亲密接触时,她根本没有拒绝,甚至还配合我,我当然是啊。 笨蛋,你竟然连我都分不出,见我没有认出她来,苏小莫洋装生气,气鼓鼓的笑脸盯得我发毛,她在我手臂上掐了一下,确认了,眼前的就是苏小莫,因为她生气的时候就喜欢掐我手臂,我一下又把她给搂在了怀里,两只手不安分地一通乱摸,苏小莫闭上了眼睛。 苏麻的声音,让我充满进取的动力,咔哒一声,门应声而来,李扬,给我倒杯水。 磕死我了。 小米,听到门外声音的那一刻,我脑袋瞬间冲雪,什么,外面的竟然是苏小莫,而此刻在我怀里的是苏小米。 六声无主,我慌乱推开了苏小米,陶冶似的跑出了厨房,看我狼狈模样,苏小米只是笑,似乎一点也不担心,被她姐姐苏小莫看到,你在干什么呢? 怎么满头大汗?苏小莫正在换鞋,见我满头大汗,她额头微皱,我刚喝了一碗水,可能喝太快了。 来,喝水,老婆。 我随便便了一个理由,随即把手里的水杯递给了苏小莫,苏小莫的眼睛还在紧盯着我。 小米呢,小米在厨房洗碗呢,我和她说了,我洗碗就成,她非要洗,我也拦不住。 得,这谎话水平,起码八级,苏小莫没说话,换好鞋,她朝厨房走去,我悬着的心,暂时放了下来,让我来吧。 小米,这些活,平时都是你姐夫做的。 看到苏小莫正在忙碌,苏小莫说道,边说着,她解开了苏小莫的围裙,顿时,白花花的一片,瞬间映到苏小莫的眼睛,糟糕。 刚才动作太大,把苏小米的衣服扣子给弄开了,苏小莫默不作声,帮苏小米系好了扣子,苏小米撇嘴,使劲瞪了我一眼。 苏小莫该不会怀疑我和苏小米吧,去和你姐夫看回电视吧,我来洗碗,让我意料不到的是,苏小莫的反应异常停淡,那我出去等你了哦。 姐,还是你最疼我。 苏小米亲了苏小莫脸蛋一下,悄悄对我比了一个剪刀手,那当然了,谁让你是我妹妹呢?出去吧,厨房脏,让你姐夫洗点水果, 我们等会吃,俩姐妹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,只剩我一个人风中凌乱,我想不明白。 明明刚刚出去跑步的是苏小米,怎么变成了我老婆苏小莫,而在厨房洗碗的明明是苏小莫,怎么成了小姨子苏小米? 而最让我想不通的是苏小米的反应,我甚至都向她确认,她到底是不是苏小莫,她却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,白白让我占了便宜。 但这一切我却不能和妻子苏小莫讲,弄不好,他们俩姐妹的关系会受到影响,甚至我和苏小莫的婚姻也会受牵连,洗好水果。 我放在了沙发面前的桌上,两只眼睛不由自主就落到了小姨子苏小米的身上。 她正在看一档综艺节目,笑得非常开心,根本就没瞥我一眼,我有点搞不懂我这小姨子,刚刚,如果苏小莫再晚来一会,我都要完成全雷打了,难道她真不怕生米煮熟饭? 甚至,刚刚她比我还主动呢,如果不是苏小米,现在就在我面前,我都怀疑刚刚发生的是不是我的幻觉,她是在给我机会吗? 我可是她姐夫,我们才刚刚见面而已,我想不明白,姐夫给我削个苹果,盯着苏小米正发愣,她吩咐我到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正眼看我。 这小姨子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姐夫?心里气,但我还是乖乖拿起了水果刀,谢谢姐夫。 从我手中接过苹果,苏小米总算对我笑了一下,咬了一口苹果,她继续看电视,而我则盯着苏小米那修长有形的身材,出神,这要是哪天,苏小米也被我拿下,不得让天底下所有男人羡慕死。 洗完碗之后,苏小米也坐到了沙发上,和苏小米一块看电视,或许是太久了没见面,两人有说有笑,聊得很开心。 姐,你说,要我姐夫去参加这个综艺,她能撑多长时间不落水,那是一个水上竞技类综艺节目,好多选手连低关都闯不过,掉进水里,成了落汤狗,你姐夫体力好着呢,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一拼。 来,老公,给小米看看你的肌肉。 说到体力这块,我有自信,平常我就喜欢健身,八块腹肌只是机操,不等我说话,妻子苏小米直接聊起了我的衣服,八块腹肌赫然醒目,苏小米惊得睁大了眼睛,那姐夫肯定很厉害哦。 姐姐你受得了吗?再一次被苏小米的话惊呆,没个正经,看我不打你,俩人嬉笑着,完全忘了我这个当事人。 今晚我和小米一块睡,你睡客房吧,临睡觉前,苏小墨和我说道,想你了。 老婆,我们都好多天没那个了,本来跟苏小墨这天就没咋活动过,今晚被苏小米捣乱,我更加受不了。 原本想着,今晚可以和苏小墨酣畅淋漓,释放一下,可竟然被苏小米霸占了我的位置,小米在呢,就别多想了哈。 老老老实实睡觉,苏小墨安抚我。 看我有些不开心,亲了我一下,快憋坏了都,你就行行好吧,老婆,救救我这个可怜人,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。 我软磨硬泡,要求苏小墨,好吧好吧,受不了你,我先跟小米睡,等她睡着了我偷偷,再去找你好不好。 不过,一定不能弄出动静,不然就太尴尬了,苏小墨果然没有惊住我的躺意跑腿。 我连忙硬着,报告领导,保证完成任务,不发出一点动静,德行。 苏小墨点了我额头一下,笑着,姐夫,你今晚和我们一起睡吗? 苏小米刚洗完澡,裹着浴巾出现在我和苏小墨的跟前。 美人出浴,混着体香和沐浴露的香味,白皙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着光亮,发烧还在滴水,苏小米歪着头,不断地用毛巾揉搓她的绣发,那种视觉冲击感。 换作那个男人都会心动,尤其听到那句聊得人心痒痒的话。 姐夫,你今晚和我们一起睡吗?我不自觉猴姐滚动,咽了一口唾沫,她倒是想,被我给赶到客房了。 今晚她做她的孤家寡人,咱们一块睡,还愣着干嘛,赶紧走啊。 边说着,苏小墨把我给声声推了出来,躺在床上,我的脑海中一遍一遍都是苏小米裹着浴巾的模样,和苏小墨一样。 苏小米很白,腿很长,她刚刚应该只穿了内衣,或者甚至连内衣都没穿。 这小姨子也是够大胆的,竟然在姐夫的面前,这般穿着,又想起晚上我和苏小米在厨房的那一幕,脑袋无比清醒,根本就睡不着。 苏小墨和苏小米还在聊天,我听得很清楚。 姐,我姐夫真像你说得那么厉害吗?是苏小米的声音,那可不,你姐夫最喜欢的就是健身和跑步,那腱子肉一点不比专业健身的人差。 苏小墨说起我,语气中充满骄傲,他这话没说错,家里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,我肯定要把身体搞得好好的,绝不让其他男人有可乘之机,每次我和苏小墨干事, 他都能享受到云端的感觉,我不是说的这个厉害,我是说那方面,姐夫厉害不厉害,苏小米再次震惊了我。 不过,他和苏小墨能直接谈论这么隐私的话题,只能证明他们姐妹的关系好,谁用谁知道,就这么和你说。 我和你姐夫每次没有低于一个小时,苏小墨笑了,言语中的骄傲更多一分, 这倒是实事求是,苏小墨没夸张,我们夫妻关系一直都很和谐,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,一个小时,真的假的,这也有点太厉害了吧,那姐你太幸福了。 好羡慕你,苏小墨似乎并不相信苏小墨的话,之后,苏小墨突然就压低了声音,我确定两人还在说话,但什么也听不清了。 迷迷糊糊糊,眼睛终于撑不住了,我睡了过去,梦中,苏小米在我面前不着寸吕,她妩媚地笑着,躺在了我怀中,我的手附在在雪白之上,感受着少女那光滑白细的皮肤,在她酥麻的叫声中,我们飞上了云端。 半梦半醒中,我的鼻翼闻到了一股清幽的香味,接着,温热的气息,在我的耳边似有若无,接着,一双手已经从我的胸前往下游走,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梦中还是现实,只是,那种触感很真切, 在身体的剧烈颤抖中,我和苏小米之间的距离,为复是八厘米,懒猪,起床了。 早上,还在睡梦中的我,被惊醒,睡眼惺忪,模糊的视线中,我看到了苏小米,脑袋瞬间清醒,你快出去,小米。 我还没穿衣服呢,慌乱地抓起被子,我盖住了那顶小帐篷,脸瞬间通红,现在的我,几乎就是光着的。 而苏小米紧紧盯着我,丝毫没有要离开,我姐去跑步了,你怕什么姐夫,我还能把你给吃了啊? 一脸淡定,苏小米的视线落在我的腹部,不是那个意思,小米,让你姐看到不好,她要误会了。 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,反倒是我,竟然慌得一批,那你昨晚在厨房,你就不怕我告诉我姐啊。 说起昨晚的事情,苏小米脸上染了一朵红韵,昨晚,昨晚的事情真的不能怪我,小米,我是把你当成你姐了,我当时还问你,可你说你是你姐,我猜,我慌乱地解释道,不怪你,那就是怪我喽,没良心。 你差点都把人家那个了。哼,我不理你了。苏小米洋装生气就要出去,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,身体失去平衡,苏小米一屁股坐在我床上,不偏不倚,正好坐在了那顶小帐篷上面。 哎哟,哎哟,那种疼痛感,懂得人才会懂,你没事吧?姐夫,都怪我。 伤到哪里了,让我看看,见我痛苦的模样。 苏小米吓坏了,她一把掀开了我的被子,瞬间被惊得愣在了原地,满脸的尴尬,都要溢出屏幕,忍着痛,我一把又将被子盖上了,我没事,一会就好。 艰难地说完这几个字,我拱起了身子,吃早饭时,苏小米默默扒了饭,时不时偷瞄我一眼,一句话不说,今晚我去我朋友家住,姐,你们不用等我吃晚饭了。 看着苏小米的神情,妻子苏小莫瞄了半天,没说话,今晚终于可以和苏小莫过二人世界了。 我心里窃喜,老婆,快上床,想死我了。 早早吃了晚饭,我就上了床,看着苏小莫还在不停地抹啊,擦啊,我催促道,你猴急什么啊,今晚小米又不在,时间都是你的,我能不猴急吗,都好多天没吃肉了,可把我给憋坏了,苏小莫不慌不忙,我早已经急不可耐,我漂亮了, 卸完妆之后,苏小莫笑着问我,漂亮,当然漂亮,我老婆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,那我和小米谁漂亮,苏小莫竟然给我出了一个难题,那还用说,当然是我老婆,小米是漂亮,但你最漂亮。 奇怪,我竟然从苏小莫眼中看到了一丝失望,我可是在夸他呢,小米不漂亮吗,姐夫,什么,我脑袋就像是瘦了当头一磅,姐夫,我直接蒙圈了,我赤诚相见,在我面前的竟是我小姨子。 这不是乱套了吗?明明小米说他去朋友家了,怎么突然直接苏小莫又变成了苏小米? 不是,老婆,你别吓我,我胆子小,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婆,昨晚厨房的那一幕还历历在目,我可不想那一幕重演,那要看你想不想我是你老婆,苏小莫没有直接回答我,反倒反问我,我直接给他问蒙了,我可以是你老婆,我也可以是小米,只要你愿意,老公, 我可以是任何人,苏小莫的话更让我摸不着头脑,笨蛋。 不逗你了,小米不是去他朋友家了吗,看把你给吓的,哎,不对,你为什么会怀疑我是小米,苏小莫坏笑,像是想起了什么,他再次反问我,我当然不能把我和苏小米昨天的事情说出来,主要是你和小米长得太像了,万一我认错了。 那岂不是乱套了,编了个理由,我向苏小莫解释,我看你倒是想呢,那天小米刚进家门,你眼睛就没离开过他,哼,色狼。 苏小莫白了我一眼,别生气,宝贝,我怎么可能看小米呢,你最漂亮,我的眼里只有你,让老公今晚好好疼你。 轻点,你压我头发了,安慰着苏小莫,我栖身而下,把苏小莫压在了床上,一连几天,苏小米都没回来住,我和苏小莫每天晚上都折腾到大半夜,他比任何时候都疯狂,以往,安全起见,我都是被要求带着小雨伞。 因为我和苏小莫很早就决定,我们做丁克,这辈子不要孩子,但这几天,苏小莫每次都没让我带,他说,他在安全期,不想和我之间隔着一个雨伞的距离,他想真切地感受我。 这天,突然苏小米回来了,姐夫,我要回去了,这几天打扰你和我姐了,收拾好行李之后,他对我说道,我没想到,他会这么快就走。 虽说,他在的时候会有些吵,我跟苏小莫连亲热都不能,但突然间他就要回去,我心里还是不舒服,怎么这么快就要走,不是说好了暑假一直都在我们这边吗?怎么舍不得我啊? 姐夫,家里有事,我回去看看我爸妈,说不定啥时候又杀回来呢,苏小米逗我,好,想啥时候回来,啥时候回来,这里就是你的家,和你姐说过了吗? 嗯,你真好,姐夫。 我姐知道,我跟她语音了,你能抱抱我吗? 姐夫,突然之间,苏小米的眼眶很红,她深情地望着我,提出了一个请求,我搂住她的肩膀,拍了拍她的背,离别总是错不及防。 我和苏小莫的日子,再次回到以前,只是每次亲热,她又让我戴上雨伞,说是为了安全,隐约觉得怪怪的,但我每次还是很配合地戴上雨伞,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。 好几次我都梦到苏小米,梦到那晚在厨房,我们激情又疯狂,又梦到她穿着浴衣,白皙光亮,充满了少女的香味,再见到苏小米,是在十个月后,那天,一早起来,苏小莫就神神秘秘,说等一下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,我云里雾里,不知道她在说什么,等到中午左右,突然,苏小米抱着一个小婴儿, 出现在我面前,这难道就是苏小莫给我说的惊喜吗?没听说苏小米结婚啊,她怎么还多出来一个孩子,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孩子是你的,看到我疑惑的表情,苏小莫慢慢说道,我更猛逼了,这都是哪根哪啊? 先是苏小米稀里糊涂结婚,稀里糊涂有了孩子,现在又说,这孩子是我的,苏小莫是不是吃错药了? 待苏小米抱着孩子坐定之后,两人才跟我讲事情的由来,还记得小米来我们家那段时间吗?苏小莫欲言又止,最终鼓足了勇气对我说道, 其实,那是我要他来的,你们发生的事情也都是安排的,疑惑地盯着苏小莫,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被人愚弄的傻瓜,小米离开家去朋友住的那几天和你在一起的,不是我,而是小米,我眼睛圆睁,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,我从没想到,自己竟然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中, 却什么也不知道,我无法想象,苏小莫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,你是不是要怪我,我希望你不要生气,听我说,从结婚那天起,我们就商定了以后丁克,可我知道,你其实很喜欢孩子,每次外面见到别人家的孩子,你眼里的那种羡慕我懂,我都看在了心里,所以,我想也给你一个孩子,其实,并不是我想丁克, 而是我这辈子生不了孩子,所以,我才跟小米一起商量了这件事,让她帮我实现这个心愿,我整个实话,一字一句听着苏小莫的话,我愣在哪里,难道这么大的事,你都不和我商量一下吗? 你知道吗?苏小莫,我现在感觉自己,就像是一个傻子,没有苏小莫想象中的惊喜,在她的精心策划下,小姨子苏小米,怀了我的孩子,这让我很生气,我知道,可能现在你接受不了,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心,我爱你, 所以,我希望你能有自己的孩子,苏小莫说着,眼泪不听使欢,姐夫 我姐说的都是真的,为了说服我,她甚至都要跪下来求我,刚开始,我也觉得荒唐,可我最终理解了我姐的苦心,她真的很爱你 姐夫,苏小莫看苏小莫伤心,跟着也一块劝我道 那天,苦口婆心,苏小莫和苏小莫和我说了好多话,我才最终接受这个现实 原来,从一开始,就是苏小莫自导自演,给我和苏小莫创造机会 为的就是让苏小米怀上我的孩子,这个傻女人,竟然瞒天过海,一直都把我蒙在鼓里,看着床上的苏小莫和苏小米,再看看中间的孩子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最终,对于这个孩子,我们三个人打算隐瞒这个秘密,苏小莫是孩子的妈妈,而苏小米这个亲妈,则是她的小姨 我们会一起守护着长大成人,至于这段荒唐的经历,让她随着岁月渐渐忘却吧